孙女士和徐先生二位好 原本是可离可不离 在利益到来的时候呢 干脆就把假的变成真的 只是到了如今的时候呢 由于利益没有分配好 所以彼此对于这个离婚的真和假 就产生了意见的分歧 这个分歧我倒觉得 真不是二位离不开对方 我来说两件让我感觉很不幸的事情 我要说的第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是您二位在婚姻当中 遇到了矛盾时的解决办法 我说吵也好 骂也好 打也好 很多夫妻几十年下来 再正常不过了 但他们却会在对方生病的时候 会想着我不计前嫌去照顾他一下 会在对方感觉很痛苦的时候 我会想着那是我老伴 我就忍一忍 可您二位呢 一个被儿子打了住院了 老伴没心疼 一个呢在银行里头心痛得满地打滚了 老伴没心疼 第二个不幸 不幸在儿子身上 今天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前一段婚姻很不幸 我和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 所以呢 当我在生完儿子之后 我和他七年时间没有讲话 这个不幸又是谁造成的呢 叔叔阿姨您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 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二位老人希望能够安享晚年 更希望能够看着儿子 他组成的家庭 能够和和美美的 孙子孙女 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的话 那么一定要找到的是不幸的根源 把这个根源从底子里解决掉它 我们才有可能会找回我们的幸福 二位先干干净净地把您二位的 婚姻也好 财产也好 把它处理妥当 然后我们拿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样子 对小辈再多一些关心 不是说您二位分了多少的财产给他们 是爱他们 而是您二位每天能够对他们笑脸相迎 能够知冷知热地去关心他们 问候他们 今天你们两个的婚姻也好 你们两个的感情也好 你们的家庭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们家因为情感的飘移 就很奇怪地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情感 甚至是利益板块 陈女士你对孩子的宠爱 孩子又跟从你 于是你跟孩子就形成了一个强势集团 徐先生开始他是一个弱势个人 最后怎么办呢 徐先生只好以关心孙子 关心儿媳妇的角度 他形成了一个弱势集团 所以说你们家就形成了两个板块 而且愈演愈练 甚至会出现孩子打父亲的这种现象 所以可见这个离婚离得还真是有道理 陈女士对这档婚姻的保留和渴望的程度确实大于徐先生 徐先生更多的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弱势 好不容易有一个反抗的机会 或者有一个跟他作对的机会 所以说你必须要抓住 所以说就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种对立 两位在这争了一晚上了 就争两个问题 到底你们之间婚姻的解体是源于财产问题 还是源于儿子的问题 我觉得都不是 你二位只要稍稍想一想 你们这家人的两代人 目前的生活状态 就知道自己要思考什么问题了 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们的脾气 秉性 说话的方式 包括你们陈述出来的 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都不是那么让别人觉得 合情入理的 成熟稳重的 最遗憾的是 就到现在为止 您二位都没有谁愿意来反思一下 在两代人的家庭悲剧当中 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和自己应该改善和提守的地方 我想问徐先生一个问题 假如说你儿子不离婚 他守着前一段婚姻 七年不说话 如果就这么死守下去 守一辈子 谁幸福 你要想想你前妻 他为什么在儿子第二段感情当中 在你的眼里看到了他的纵容和支持 因为你儿子前边这个婚姻 是他的妈妈深度参与所致的结果 那么如果一个母亲亲眼所见 因为自己当初的干涉和参与 让自己的儿子在一段婚姻当中十分之痛苦 而又不能自拔 你觉得他母亲是一种什么心理感受 他会不会心疼儿子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曾经犯了错 他对儿子第二段感情的参与 虽然又是错上加错 他哪是那么理性到可以非常理性去处理事情的人呢 他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从理解的角度 先去看一下对方的行为 是不是又可以让我们理解的地方 然后我们站在理解的角度 再去商量探讨 再去帮助他解决 其实你们这家人所有的委屈 皆是源于处事方式的不当 皆是不能源于站到对方的角度 去好好体谅一下对方的难处 只要稍稍能为对方想一点 你们这家人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正如老师所说的 双方闹成今天这样 财产问题 儿子问题都只是矛盾的表象 他们矛盾的根本原因 是大家站在各自的立场 不懂得推起吉人 可以说一家人想要化解矛盾 获得安宁 首先得学会包容和理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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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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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